这个菩提心 那不只是有菩提心就能承办的 还要这个正确的见解 也就是空振见 我听听听听说 我说 我说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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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十分难心切切 他今天 三个一个他 他今天动议 动议那是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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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被南巴马云 所以我们在这边 就是应该可以说 言归正转 那么我们刚才讲到 这个苦 基本上有三种 苦苦 坏苦 那么 我们这个佛法里面 所讲的出离心 要针对什么样的苦 产生出离心呢 是针对第三种 就是辛苦 要产生这个 处离心 不然前两种 这个苦呢 对外道来讲 他们也是 能理解的 所以第三种 这种这个辛苦呢 我们就是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 以这个夜和烦恼 所控制的 这种有漏的 这个运 这种有漏的运呢 就是指的这个辛苦 因为这个运本身就是 被夜和烦恼所控制的 所以呢 一切的苦 被它所引起 因此我们要出离 产生出离心的时候 针对的就是这种苦 所以我们现在的目的 就是要针对这种辛苦 要尽量想办法 断除这个辛苦 那么 辛苦 它的根 就是刚才所说的 无明 无明就是 它的根 那我们要断除 这个无明 需要做什么呢 就是需要去 修行 就是要去 这个修 跟无明 所 相反的 或是说 跟它 有相伪的 一个正念 这个正念不断地去串洗 然后对治这个无明 这就是一个方法 因为人们 看来 如果 看来 你 看来 我们 看去 我们 回来 行 这 看来 我们 和 诅 所以这个无名也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就是我们一出生的时候 自然聚在我们心绪中的一种无名 所以这个无名它里面也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法 我直 一种是我直 所以这个我直还没有产生之前 我们是在心绪中产生的是法我直 那么法我直就是会把这个我直引申出来的 那这个我直就引申出来业和烦恼 所以我就来说你俯主要请你俯主要是唯一的 一些新的 fashion表現了 不然是 anything 你今天不支援更多的市場 不支援更多 不是戊喜振折 都一下 你也不能 Dale 然后你 Wat Andrew 苹富 一定要  那么我们怎么知道 在我们的心绪中 有一种就是刚出生的时候 就具备了一个我知 这怎么能证明呢 那这个我们平时有时候 比较紧张 比如说我快要从一个悬崖上面掉下去 那时候心里面会产生一种紧张 然后还有一种是说 人家特别赞叹你的时候 你会很兴奋 产生一种很欢喜的 强烈的欢喜 所以在这样的时候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的话 我们就会发觉到 这个无始以来在我们心绪中 所具备的我知 它那时候就会显现出来 所以在佛经里面讲到 那么这种无始以来所具的我知 就是要尽量的减少 那么对利他的这种善心 要尽量就是提高 或者说要这个增多 我们在这里认识说 我们不能如继续转和转无人心 na 咖啡n慶了陈耶娃山滴 Jesus 如果绝不掉的争辩 子曼 我曾经在那边寻辩快乐 我曾经在一边 我曾经在那边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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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曾经在那边看着 我曾经在那边戴楼的 因为此外人只能攻击 我曾经在那边看着 所以佛陀也说过 自己是自己的敌人 自己也是自己的护主 为什么呢 我们堕落地狱 并不是说佛陀命令叫我们去地狱 或是说某某人 就是故意让我们推到这个地狱 并不是这样 这完全就是靠你自己 你要下地狱 或说要上天 是要靠你自己 所以靠的方法呢 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那样 尽量就是要把自己的内心要调伏好 就是尽量从贪嗔吃 这种控制的状态下要解脱 然后就是要吃善良的心 这样的话 那么我们就会发觉到 其实上天下地狱 完全就是在自己的手上 同样的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 所以第一呢 就是要好好地认识到什么是皈依 怎样去皈依 皈依的对境如何 这些要弄清楚 然后再加上就是发心 发菩提心 然后保持这个悲心 是很重要 那么更重要的就是 这个皈依的教界当中 有提到 我们要好好地去认识到英国关系 这个英国关系要非常地弄清楚 要守好 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去想的话 那我们真的是可以称为 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佛弟子 我听这一般来说 因为他们在家里面 提新的达事 那么慢慢的 他们也在家里面 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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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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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在家里面 而在家里面 在家里面 我们在家里面 在家里面 都将在家里面 他在家里面 那我们在家里面 在家里面 中和家里面 在家里面 在家里面 他们也在家里面 所以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 就是随着我们尊贵慈悲的海盗师父 正确的教导 然后一直这样不断的去行善 捕师放生点灯 做很多的善事 累积这个功德 所以我个人也是觉得 这就是让我们把这个正法 久住在我们世间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所以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 能够把这么好的佛法的精神 就是流传下去 传给自己的下一代 然后认认真真的 就是跟随着师父的正确的教诲 这样子去行善 那么行善之后 所里寄到的资粮 就是尽量往这个正法久住 众神早日离古得 往这方面去做回向 对 一切大笔、宣传的城市 macam从不踩下野 有些人,会在犹证人士 会被修改善 那些人会被修改善 成功能够修改善 那么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 希望在座的每一位 就是好好的认真的 祈祷发愿 能够我们尊贵的海盗师傅 在全球弘扬佛法的事业 在全球传达佛陀的慈悲 在全球传达佛陀的爱 给全世界的人 所以在这些非常伟大的佛法事业上面 尽量就是无障碍 能够顺利心想事成 然后再来呢 尊贵的海盗师傅 一向对我们撒拉茜 身团是忠心耿耿 就是非常的护持这个身团 那么我们寺院和尊贵的海盗师傅中间的 这个关系呢 已经有好几十年的这个历史 所以在这么多年里 海盗师傅都没有放弃过这个身团 一直不断的在这个护持 而且呢 护持的越来越这个重视 这样 所以呢 希望在座的每一位 能够让这个尊贵的 我们尊贵的海盗法师 常受健康 常转法轮 好好的去发这个愿 那么同样的 在座的每一位 也是一样的 就是发心 护持我们这个身团 也希望在座的每一位 能够健康快乐 家庭和谐 那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 谢谢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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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暖的阳光照射在